捷克参议员通过决议宣布中国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捷克共和国成为第六个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人为种族灭绝的西方议会或国家机构 据悉上周四通过的决议以38票对0票获得通过 该决议提出了对西藏东都决散遭到大规模侵犯人权自由 种族灭绝和民族歧视的担忧 以及关注中共压迫文化、宗教和政治认同等行径 该决议草案还呼吁捷克政府宣布外交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 并拒绝捷克政府和其他政治代表提出的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欧运会的提议 声明指出我们希望浙江激励各国国会议员们推动政府进行这种歪交抵制 并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容忍中国完全无视国际人权法和欧林匹克精神 中国在东都决散、实施种族灭绝、强迫劳动、集中营等政策 已成为中共官员在国际社会无法避开的人权问题 2021年3月美国、英国、欧盟等向中国施压并实施制裁 为英国至今未有任何实际行动 英国国会6月10日在国会上批评政府仍未实行 事源于今年3月 英国国会商业、能源及工业战略审查委员会 在东都决散强迫劳动问题上发表一份报告 敦促官员们以2015现代奴隶制法案 对不遵守规定的公司进行民事处罚或制裁 英国商业、能源及工业战略部当时回应表示 将制裁那些与强迫劳动的企业 但至今拒绝交出明确的时间表和实际行动 委员会又指出 英国多间时装、零售、媒体和科技公司 都可能与中共在东都决散的强迫劳动有关 要求政府对过去一段时间没有改善的公司进行罚款 并列入制裁名单 这期就人权问题指责中国 还提及维吾尔和港台、新闻溯源等问题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周一对此一一做出了回应 称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并批评分会是搞小圈子和强权政治 共同声明强调 七国集团将继续推行其价值观 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权利 尤其是在东都决散地区以及香港地区 驻英使馆发言人称 这期借涉将问题搞政治操弄 干涉中国内政对此坚决反对 并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这次分会让世人看到的是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 强权政治是人为制造对立和分裂 中国驻英使馆网站刊登发言人达记者问称 会议公报还要求中国尽快允许示威组织 就新冠病毒起源问题在其境内开展第二阶段的 透明专家主导基于科学的调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6月14日在布鲁塞尔召开高峰会 会后公报时度提到中国 指中国构成系统性挑战 首次以总统身份参加会议的拜登 持续呼吁北约盟国领袖挺身面对中国专制主义 以及持续扩大的军事力量 公报内容并提到 中国的明确野心和独断行为 对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北约安全相关区域 构成系统性挑战 北约组织秘书长石托腾伯格周一表示 西方联盟必须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崛起做出回应 北约峰会的最终声明将巩固对北京的新战略 中国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们在网络空间里能看到中国 在非洲能看到中国 而且我们也看到中国正大举投资于我们自己的关键基础设施 他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对记者表示 湖北省政府周一晚间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称 发生在上周日的湖北实验燃气爆炸事故的死亡人数 已经升值25人 共收治伤病员138人 现场搜救仍在继续 附近不少居民因爆炸声急醒 醒来发现室内布满玻璃碎片 赶紧下楼逃生 当局紧急疏散现场913户居民及商户